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导 台电公司即将成立70周年 在这个值得欢庆的时刻 我们特地回到台湾电力的根源地日月坛 作为庆祝活动的起站 4月16号上午由朱总经理及工会丁理事长带领同仁 沿着日月坛环湖步道进行千人践行活动 沿途欣赏水利发电设施的壮库美景 同时依面怀的心 感念台电前辈们为台湾电力辛苦打造的根基 2016年台电将迈入第70个年头了 4月16号台电选择在山明水秀的日月坛 同时也是台湾水利发电重大建设的起点 盛大举办70周年庆祝活动 除了云角队伍也广摇台电同仁举办千人践行 一同亲近日月坛欢庆这个难得的时刻 我们台湾电力公司70周年了 我们想未来还要迈向永续经营的境界 我们希望各位同仁还有各位眷属 能够永远支持台湾电力公司 希望我们有更美好的未来 为社会为民众做更多的服务 践行活动由朱总经理领队 带领进千位同仁与眷属 沿着日月坛环湖步道 欣赏水利发电设施的壮阔美景 在参观的同时互相提醒绿色能源的珍贵 并以缅怀的心感恩前辈们 为台湾电力辛苦打造的根基 我想基于台电的勇气经营 我们工会会在劳资和谐 劳资同心 以及劳资彼此双方尊重的一个基础之下 我们大家共同牺手努力 能够希望共创我们台电 未来更辉煌更美好 无论是云角日月坛或是千人践行 在欢庆的此刻 我们也仿佛回顾了台电这70年的岁月 曾经光辉也一度艰难 台电人将带着这些宝贵的经验 以为台湾这片土地提供能量与光明为傲 坚定地往下一个70年走去 台电公司南投报道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